老婆家条件很好,是那种大富大贵的人家。那种就算是生了病,也不用去抢病房,都有私人医生的那种。老婆比我大十岁。我认识老婆的时候,就感觉她是一个成熟,自信有魅力的女性。是我喜欢的郁姐行的女生,所以就对她展开了强烈的追求。 昨天老婆告诉我说,丈母娘瘫痪了,全身都不能动,只有一张嘴,能说话,吃饭。而且,丈母娘只名道姓地要我去伺候。我现在的工作都是老婆一家人给我找的。如果我不去伺候的话,可能连工作都丢了,而且现在大富大贵的生活也可能转瞬即逝。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若是再让我去过那种以前贫穷的日子,我感觉我是一定会受不了的。 虽然自从结婚之后,老婆的娘家人对我一直没有什么看好的态度,但是他们毕竟给了我好的生活,就算我再不想去伺候丈母娘,我也得装装样子。 既然伺候了,就算报恩,也得好好伺候。 我听老婆的话,收拾了些东西就去了丈母娘家。 我刚到那里的时候,丈母娘的私人医生也在,雇个保姆就行的事,还要用我来。 我知道,丈母娘可能是想要羞辱我了吧,但是为了现在的生活,我必须忍。 岳父几年前就去世了,而丈母娘也是在岳父去世之后,身体就变得越来越不行,估计是伤心过度导致的吧。 岳母娘一见我来了,就立马叫我过来,一会儿说渴了,一会儿说饿了会儿说想去阳台看看风景,一会儿又说自己想上厕所。 丈母娘虽然是个老人,况且我们还是这样的身份。 我真不知道丈母娘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不能开口问,因为我没那个资格。 上门女婿是真不好做呀。 没关系,谁让现在我有一般人没有的享乐生活呢? 丈母娘的私人医生过了一会儿就走了,只有我留下来要伺候丈母娘。 以前我从来没有来过丈母娘的家,这是第一次来这里,我感觉这里的气氛有点古怪。 没想到丈母娘这么热爱收藏。 书房里很多骨架式的东西,我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的骨架,还有瓶装的很多液体。 最重要的是,我看见丈母娘好像还有收藏面具的癖好,一摸这个面具,手感还挺好。 但是我却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接下来的几天,丈母娘还是像庸人一样的,要我伺候她,都是命令的语气。 我特别想一走了之,但是我真的怕她将我现在拥有的生活给剥夺了。 可是今天上午,丈母娘突然有些反常。 丈母娘像发了疯的一样,要我滚,说,我都这么对你了,你为什么还不滚,为什么还在我的眼前爱我的眼? 丈母娘这话可给我吓了一跳,虽然她平常待我也不好,但是从没有说过让我滚的话。 快点走,快滚,丈母娘又喊了一句。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个私人医生又推门进来了。 私人医生立马给丈母娘打了一针,然后又在我的耳边和我说了几句话, 我顿时吓得浑身哆嗦。 那私人医生跟我说,我的丈母娘还有神经方面的疾病,她要我小心一点,千万不要靠近丈母娘。 而且那个私人医生还跟我说,我的丈母娘不一定是瘫痪了,可能是装的。 但是这个私人医生不能将这事揭露出来,因为她也是为了她现在的这口饭。 丈母娘装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后来私人医生跟我说的话,真是将我吓了够呛。 原来我看到的那些收藏品,我不认识,是因为它们都是人的。 我真的是吓了一跳,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命何钱,还是命最重要。 我立马就打电话报了警,我将所有的一切都跟警察说了,然后我打算到警察局再详细说一下。 这时候,那私人医生又走进书,将那一罐液体拿了出来,打开房了。 竟然往我身上一泼,为什么要泼在我身上? 我当时震惊极了,之后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就钻进了我的鼻子。 我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大的信息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看着眼前的医生,我愣愣地站在那里。 但是那医生竟然笑了,然后我就不省人事了。 我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小屋里,什么都看不清。 唯一能看清的就是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人,是那个私人医生,你做什么?我发了疯似的吼叫着。 对不起啊,我也不想的,但谁让你是这家的女婿呢?没有办法。 那医生坏笑着跟我说,之后那个医生就告诉了我一切。 我不是丈母娘的第一个女婿,在我前面还有四个。 我知道老婆不是第一次结婚,但我不知道这都是第五次了。 私人医生是丈母娘的第一任女婿,但是丈母娘却处处看不起她,本来她很爱老婆,可是她的尊严一次次被践踏,让她受不了了,后来让她的心理发生了扭曲。 丈母娘的第二任女婿是当着医生的面,顶替了她的位置。 也是丈母娘默认的,导致这个医生起了杀心,因为她总是接触很多药剂,知道每种药剂都有什么样的作用。 再加上她一点都不缺钱,因为丈母娘家很有钱,钱财方面她也没有被亏贷,所以总能通过各种方式买来各种各样的药。 所以,丈母娘的记忆,身体健康,以至于她现在的瘫痪都是这个医生的所作所为。 因为她将丈母娘催眠了,将不属于丈母娘的记忆放了进去,还将有关于第一任女婿的记忆拿了出来。 所以,她成为了丈母娘的私人医生。 之后,丈母娘的每一任女婿都是被她所杀,还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栽赃给别人。 栽赃给公公,栽赃给哥哥,栽赃给嫂子。 现在到我了,已经没有可以再栽赃的亲近的人了,所以现在要栽赃给丈母娘了。 就在私人医生告诉我,这是丈母娘做的,而我因为害怕,打电话报警。 所以,如果我死了,丈母娘的嫌疑是最大的。 丈母娘的瘫痪也都是她的记忆错乱,她记得自己是瘫痪的,所以没有站起来。 只要这个医生再利用催眠,将丈母娘杀人的记忆和能站起来的记忆放进去,那这个医生就完全逃脱了。 不得不说,这个医生很有能力,也很聪明。 但是这个医生漏算了一步,演戏,我也会。 我早就觉得这个人家不对劲,所以要老婆配合我。 而且装作一个贪财的吃软饭的人混进这个家,就是为了破案。 我其实是一名警察,终于真相大白了。 打电话报警是暗号,同事根据我身上的定位找到了我,将嫌疑人抓获。 老婆也因此真正爱上我,只不过,我有家庭,而且很幸福。 好了,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结婚只有五银。 老公准备的备嫁首饰被同事翻出来。 他义愤填膺,这年头还有买五银充当五金的家庭。 结不起婚就不要结。 我笑着说不在意这些形式, 却被他训斥,我们女性的社会地位都是被你这种恋爱脑拉低的。 张美美说得很大声, 我听得心里不舒服,只是性子软,不敢反驳, 只是默默把他扔在桌上的首饰整理放回包里。 有好心人替我解围, 美美,这么说江云有些过了, 收个五银就是恋爱脑了。 不是恋爱脑是什么? 结婚代表夫家的态度, 现在糊弄你,一辈子都糊弄你, 银子一克多少钱? 把你当便宜货呢? 我红了眼眶, 我想说我老公没有糊弄我。 准备结婚的时候, 老公就把工资卡交到了我的手里。 一开始, 他非要带我去买五金, 我想咱买房的钱, 拒绝了。 没想到婆婆知道以后, 把自己的所有银首饰融了, 打了这一套五银送给我, 美美, 别说了。 看我红了眼眶, 同事看不下去, 替我打圆场,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好命谈个有钱男朋友, 张美美男朋友是某公司小开, 开路虎, 代劳历史。 上个月订婚, 光五金就足足三百克。 张美美一听, 更是目光不屑扫过我桌上的首饰盒, 伸出坐着精致美甲的手, 无声炫耀着无名纸上的超大钻戒。 结婚的时候, 不让他们出钱, 什么时候出钱? 一开始, 他们什么资金周转, 不开五金买小点, 在我据理力争下, 现在还额外给我买了个一克拉的钻戒。 张美美说这话的时候, 摇头晃脑, 绝嘴都纯, 很是得意。 还绕到我宫尾旁, 用过来人的语气劝我, 江云, 金字到自己手里才是真的, 你只管要, 其他根本不用管, 心疼男人, 只会让自己变得不幸。 我垂下眼, 也不想和张美美争论, 只是客气地说, 我很喜欢这套首饰, 这对我足够了。 日子是自己过的,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在我看来, 周琴已经拿出了结婚的诚意, 我很满意。 可是这话却不知道, 哪刺激到了张美美, 她突然激动起来, 你是不是蠢啊? 我是教你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 你怎么烂泥浮不上墙呢? 我被骂得难堪, 泪水在眼眶打转。 而周围人认同她的话, 云云, 妹妹话操理不操, 谁家结婚不是掏空家底, 你男朋友是太小气了。 跟这种人结婚, 我情愿一辈子单身, 五金都买不起, 算什么男人? 听他们说得越来越难听, 我忍不住极了, 对张美美说, 我们就是普通人。 和你不能比的, 你为什么非要拉踩, 我拉踩? 你那个耸包老公, 比得上我老公一根脚趾吗? 张美美生气了, 指尖一下一下敲着桌面, 发出咚咚的响声, 恨铁不成钢道, 我们都是新时代女性, 读过书, 不是以前农村老封建, 一朵花, 一块糖, 就把你哄得团团转, 心甘情愿给她当保姆生孩子。 我们现在女孩子多金贵啊, 结果你呢? 把自己搞成 这腹不值钱的样子, 看着我就来气, 我死死捏着指节, 委屈得不行, 小腹都有隐隐下坠的感觉, 好在临近下班, 我不想再继续待在 这个窒息的地方, 起身收拾东西准备走, 没想到张美美突然拿出手机 对着我一顿猛拍, 你干什么? 我下意识挡住脸, 声音有些乌液, 但张美美不管不顾来拉扯我, 一边拍一边喊, 我把你这破五银的事情发网上, 给所有单身未婚的女性同胞 当反面典型, 我急了, 被她扯的小腹顿痛感越来越明显, 最后疼得实在受不了, 伸手推了她一下, 一声惊呼, 张美美被我推倒, 脸磕到了桌角, 可没等她尖叫, 就有人先指着我大喊, 江云, 你下面流血了, 我和张美美一起被台上的救护车, 周琴很快赶来, 我躺在急诊室病床上, 看到她的时候, 身上还穿着黄色的外卖服, 灰头土脸, 满头都是汗, 她大步走过来, 抬手想摸我的脸, 又局促放下, 在裤腿上抹了抹, 怎么回事, 她关切问我, 我抿着唇, 委屈地想哭, 只是我刚开口, 一连之隔的张美美的鬼哭狼嚎声, 盖过我的声音, 我会不会毁容啊, 我要毁容了, 绝对不会放过江云, 呜呜呜, 这肯定影响我们的婚礼, 好几十万呢, 找她陪, 老公, 我要找律师, 我要她把牢底做穿, 我慌了, 我就是个普通文员, 一个月三千, 几十万的赔偿, 对我而言是天文数字, 周晴去年才还完了外债, 结果现在又被我拖累, 早知道, 我就不应该推张美美, 肚子疼, 我再忍一忍就好了, 医生也说了, 这一次也只是有一点仙兆流产的征兆, 我紧张地手脚发抖, 周晴却突然握住我, 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眼神, 她主动拉开帘子, 张美美正窝在她未婚夫怀里哭得梨花带雨, 白净的脸带上多了一块纱布, 看起来有些可怜, 她未婚夫穿得很光鲜, 看到周晴先是打量, 然后抿起唇, 这件事准备怎么解决, 男人身形高大, 说这话的时候, 语调没什么起伏, 却给人一种高高在上, 不怒自威的压迫感, 我看到周晴捏住了衣角, 我知道这是她紧张的表现, 心里又委屈又惶恐, 我捂着小腹, 撑着床要下地, 我,你回床上躺好, 周晴察觉到我的动作, 转身把我按回床上, 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才又转身对对面说, 我会赔偿, 不管多少钱, 我都承担, 只是我老婆怀孕了, 你们别吓她, 看着周晴不高大, 却伪暗的背影, 我的心暖了起来, 好像有她在, 我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一直以来, 她也是这样保护我的, 我出生在很穷很天的地方, 15岁我就被赶出来打工, 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面, 全年无休, 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 赚的每一分钱都要寄回家里, 有次我高烧40度, 被工头又拖又打地拉出来上工, 是她看不下去, 帮我缴了这天的务工费, 其实她也只是临时雇的保安, 务工费等于她两天的工钱, 后来警察端了这个黑窝点, 我不想回那个痴人的地方, 她收留了我, 还给钱让我读书, 参加成人高考, 周琴其实过得也很艰难, 她父亲在她十岁那年病时, 留下了孤儿寡母和一大笔外债, 她妈一天打三份工, 好不容易还完了债, 结果在她高二的时候, 查出了肾衰竭, 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 命运专挑苦命人, 周琴放弃了学业, 这些年, 什么都干过, 都是最脏最累的活, 就算是这样, 她仍然坚持要在还完外债以后, 再跟我求婚, 她说, 不能让我跟她一起, 背不属于我的债, 她妈妈也坚持要让我过好日子, 所以去年周琴还完所有外债以后, 才决定结婚, 求婚时, 她单膝跪地, 把工资卡交到我手里, 承诺未来的每一天都让我幸福, 我感动极了, 不过我还是坚持不要五金, 跟她说希望把钱用在刀刃上, 争取尽快买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窝, 我不在乎形势, 只要看着工资余额, 距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 我觉得每一天的日子都很有盼头, 是我太冲动了, 把得来不易的幸福毁了, 你个穷鬼能赔几个钱, 承担得起吗? 要不是管你们这对穷逼夫妻的事, 我脸会毁容吗? 张眉眉猛地从床上跳下来, 一巴掌就扇在了周琴的脸上, 破口大骂, 耳光响得整个急诊室都侧目, 我心疼得不行, 脱口而出, 你怎么打人? 打人, 我还要打你呢? 你怀孕了不起啊, 怎么没流产了? 你们这种穷鬼生出来的孩子, 也是跟着活受罪。 张眉眉说着就朝我这扑, 好在他身边男人及时拉住了他, 沉声道, 眉眉, 别过去, 万一孩子没了, 额上我们麻烦, 我听得浑身发抖。 周琴的脸上也挂了怒, 克制着, 不着痕迹又往我身前挡了挡, 压着嗓子说, 我代替我老婆跟你们道歉。 他说着, 深深朝他们鞠了一躬, 我看得心里发苦, 眼泪不住往下流。 我好像又看到他为了我和公投聚力力争的模样, 虽然卑微, 但是却死死地把我护在身后。 他对我真的很好, 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冬天的时候, 他会在跑完最后一单后, 在冲锋衣里面, 揣着一个烤红薯带回来给我。 寒冬腊月, 拿出来的时候, 却还冒着热腾腾的蒸汽。 我被老家人发现, 帮我回去嫁给山里老光棍的时候, 他以一敌众, 扛着打硬生生, 把我又救了回来。 直到我怀孕以后, 他更是白天送外卖, 晚上当代驾, 为了早日住进新房。 我说我一个月三千太少, 想找找兼职, 他根本不让。 他说, 养家糊口是男人该做的事情。 身为男人, 要撑起这个家所有的风雨。 周琴说, 愿意赔偿他们所有损失。 说个数你赔得起吗? 结婚都送五银的穷低, 还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张美美看周琴就像是看垃圾。 周琴没吭声, 默默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张美美, 这里有二十万, 如果不够, 我再去凑, 卡还没碰到张美美, 却见她跟躲避瘟疫一样, 尖叫跳开。 男人更是将她一把护在身后, 她手多脏啊, 你没看到, 都是黑垢。 不知道有没有致命细菌, 碰一下我的手会烂掉吧。 张美美夸张地指着周琴说, 接二连三地羞辱。 周琴有些承受不住, 敏唇, 声音有些发僵, 那你们说怎么解决? 她看向张美美身边的男人, 男人的面色还算冷静, 盯着周琴手里的卡, 正思考, 一旁的张美美又突然出声, 指着我和周琴说, 你说我不算男人, 没钱娶老婆, 根本不配结婚。 江云你就承认你, 嫁了个废物男人, 再给我跪下来, 磕头认错。 这样, 二十万我才愿意收。 张美美一脸宽宏大亮, 仰头对自家未婚夫 摸了摸脸上的纱布。 老公, 你等一下还要给我买个包, 安慰我一下。 她娇滴滴撒娇, 见我和周琴不动, 皱眉不耐催促, 还不快点, 趁着我现在没改变主意, 见好就收啊。 急诊室围观的人不少, 但是没一个人上前说话。 我盯着张美美这张高高在上的面庞, 浑身血液倒流, 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憋屈感, 你放屁。 这时, 周琴掀我一步开口, 攥紧了拳头朝着张美美和男人逼近一步。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 敢碰我一下, 我让你把牢底坐穿, 让你连孩子出生都看不到。 张美美有些慌, 大喊着威胁。 听到孩子, 我恢复了一些理智, 然后我听到周琴说, 我跪, 别让我老婆跪。 说着, 她弯腰, 担心就要落跪。 我再也看不下去, 捧着肚子扑到了她身边邋遢, 朝着张美美吼, 你欺负够了吗? 我们是穷, 但是穷就不能结婚, 穷就不配得到幸福, 活该被你们欺负戏耍吗? 我猴得歇斯底里。 我老公给我五银, 是比不上你五金, 但是我喜欢。 凭什么你觉得不行的, 就一定是不对的。 我双眼心红, 死死地瞪着张美美, 把周琴拉起来后, 突然上前靠近她。 张美美被我吓到, 退了一步。 你想要让我陪你的脸对吧? 不等张美美说话, 我已经继续吼, 行啊, 我陪。 我在张美美的惊恐不解的眼神里, 迅速摸出了口袋里的钥匙扣, 一鼓作气, 用钥匙间, 朝着我右边脸, 用力滑了下去, 刺了, 一秒的寂静里, 金属割开皮肤的声音, 在急诊室格外清晰, 伴随而来, 是不约而同的稀奇声。 连张美美都吓傻了, 直愣愣盯着我。 反倒是我, 平静地垂下染满鲜红的手, 任凭钥匙上的血大颗大颗 滴在冰冷的白瓷砖上, 顶着脸上半颊皮肉翻卷的 骇人伤疤, 问, 满意了吗? 不满意, 我还有半张脸可以赔。 我语气森然, 说这话的时候, 还故意朝着张美美的方向 进了进, 直接把她吓得尖叫着, 扑进未婚夫怀里。 啊, 疯子! 她是个疯子。 周琴第一时间喊护士, 我是孕妇, 不能打麻药。 逢针的时候, 疼得我冷汗淋漓, 周琴死死地握住我的手, 眼眶红了一圈, 一直在轻声跟我说对不起。 周围人都没散, 反而围了更多。 也开始有了不平声。 这女的是不是过分了? 人家小两口愿意赔钱, 愿意道歉, 还非逼着人家下跪。 刚刚是我帮她处理伤口的, 一点点擦伤, 非要上纱布, 说句难听的, 来得晚一点, 怕事就愈合了。 那姑娘还是个孕妇呢? 也差点流产, 至于这么歹读吗? 看戏的人, 只会在剧场散场后, 说出自己的一两句点评。 无关痛痒, 张美美终于从惊吓中回神, 指着我, 更激动, 你道德绑架, 我是不是? 你这脸, 跟我这张脸能比吗? 小姑娘, 少说两句, 长得人五人六, 说话不着四六。 护士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对了一句。 张美美气得不行, 还想不依不饶。 男人按住了她, 开始哄, 宝贝, 算了, 我知道你气不过, 但是遇到这种人, 我们也只能自认晦气, 要不我等下再带你去买个包。 见张美美还是一脸不愤, 男人压尽, 贴在她耳边滴语了几句, 目光扫过左右, 张美美敏唇, 脸上挂了委屈, 不就是道德绑架吗? 穷人还真的是一贯之伎俩, 到最后都是我们吃亏, 行, 就当是积德了。 最后, 她瞪了我一眼, 不甘收回视线, 拉着身侧男人 准备走。 而这个时候, 一直紧握着我的手的周琴, 突然松开我, 追上了他们。 等等, 听到周琴的声音, 男人先回头, 停下脚步, 眼神带着戒备。 然后, 她手里就被周琴在, 一张银行卡。 答应赔偿你们的钱, 我们不会赖账。 男人捏住卡, 脸色不善, 犹豫片刻, 说, 行, 这卡收了, 这件事就算了。 她还是收下, 不过没等她再转身, 胳膊再一次被周琴拉住。 还有什么事吗? 这下, 男人的语气带上了不耐, 正开周琴, 眼神落在她刚刚碰触的手腕, 眸色晦暗下来。 周琴, 你们收了钱, 接受了赔偿, 现在, 应该为羞辱我老婆的事情道歉。 你疯了吧? 听到周琴的话, 张美美立刻提了嗓门, 狠狠地推了她一把, 又激动起来, 我们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们, 你们他妈怎么有脸让我们跟你们道歉的。 周琴没松手, 态度坚持, 跟我老婆道歉。 我有些动容, 我知道周琴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出口气, 男人的脸色却由情转音, 最后化为愤怒, 一把甩开了周琴, 一脚踹在她的膝盖上, 骂, 你知道我是谁吗? 分分钟几百万上下, 让我跟你们这种人道歉, 你们受得住吗? 男人破口大骂, 只是周围人越来越看不下去。 什么这种人那种人? 有钱了不起啊, 当国总理也要讲理吧。 明明两边都有错, 人家都拿出态度了, 一句对不起都不能说。 呸, 什么破裂二十万呢? 拍下来传上网, 让大家平平理。 男人健壮, 面色更难看, 泄愤地收回脚, 恶狠狠地指了指周琴, 别得寸进尺。 他转身要走, 又被周琴抱住, 道歉。 周琴很坚持, 我此刻早已经泪流满面。 这一举动, 彻底惹怒了男人, 密密麻麻的拳头, 如雨点一样砸向他。 很快, 我看到周琴吐了血。 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贵吗? 你这脏手怎么敢碰? 滚啊, 卖了你都赔不起。 松开, 你这种下等人, 松开我未婚夫。 你们这些恶心的下等人。 张梅梅也过来, 脱下高跟鞋砸她。 眼看着尖尖细细的长根要 戳进周琴的眼睛, 我急忙上前, 把她拉开。 结果没想到, 男人扑了空, 脚下不稳, 整个人向后仰, 连着带倒了张梅梅。 她手里的高跟鞋 惯性厚甩, 好巧不巧, 砸中了她的眼睛。 啊, 尖叫声响彻整个急诊室。 我死死地抱着周琴, 看着男人捂着眼睛 抽搐哀嚎, 随着她指缝里 不断渗出鲜血, 顺着虎口染满了领带。 衬衫, 这一刻, 我心里涌起的不是恐惧, 而是痛快。 老天有眼, 恶有恶报。 男人很快被推进了手术室, 张美美在门口哭得肝肠寸断, 看到我俩站在边上, 立刻张牙舞爪朝我们扑过来。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她恨不得把我们撕碎, 周琴却扣住了她的手腕, 不再留余地。 常年务功的力道, 捏得张美美痛苦嚎叫。 我按住了周琴的手, 朝她摇头。 老婆, 都到这一步了, 不要怕他们了, 周琴对我说, 眼底是豁出去得很近。 老公, 很感谢你, 给我一个家。 我微笑着, 想到了我那个贫瘠的家庭, 想到我在工厂那段被压迫的黑暗岁月, 我曾经觉得每一天活着都很难熬, 但是现在和周琴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让我看到了希望。 我本以为我可以和别人一样获得幸福。 可是好像, 我们这种人注定就没办法拥有幸福, 我用力拿开了她的手, 在周琴错愕的目光下, 扬起手, 狠狠地朝着张美美的脸扇了下去。 张美美被我打猛了。 在公司, 她职位比我高, 又是城里的女孩, 平日里说话做事都习惯性压我一头。 习惯了我的默默无闻, 习惯了我的懦弱无言。 她没想到, 一直被她压在脚底下的寡言懦弱的女孩。 竟然会动手。 为什么要欺负我? 我又是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张美美的脸上。 你谈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那怎么样? 买得起五金, 又怎么样? 那是你的老公, 又不是我的。 我觉得五银很好, 我很满足, 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我一边打, 一边质问。 我拿出来炫耀了吗? 你翻我的东西, 随意点评, 把别人的心意践踏在脚底下, 评价别人的人生, 就因为你生来高人一等。 这些话, 我早就想说了。 在她肆意翻出我手势盒的时候, 在她把我婆婆打好的镯子, 扔在桌上的时候, 张美美猛了, 习惯了欺负别人的人。 习惯凌驾于别人之上, 当别人反击, 她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不会还手。 知道下等人是怎么打架的吗? 我一把薅住了张美美的头发, 她的头发每周固定保养, 很柔, 很顺, 也很好抓。 薅头发, 山巴掌, 哪里软往哪里抓, 越隐蔽的地方就越疼, 也越不容易被发现, 我一边说, 一边下狠手。 请客间, 张美美疼得泪眼模糊, 开始求饶, 开始道歉, 其实张美美真的很娇弱。 娇弱到我这种下等人, 一只手就能把她两只手, 轻而易举地捉住。 我为什么会忍让到这种地步? 我掏出钥匙扣, 上面还染着红。 我把尖锐的那一边 贴在了张美美 靠着昂贵护肤品堆砌出的 漂亮脸蛋上。 冷冰冰说, 你刚刚说, 我这脸跟你的不能比, 你不要我赔, 那我收回我的赔偿。 惊恐出现在张美美的脸上。 冰凉的金属紧紧地贴在脸皮, 它几乎可以闻到生锈的腐烂味。 不要, 对不起, 我嘴贱, 我不应该欺负你, 我错了, 不要刮烂我的脸。 则, 原来, 上等人道起欠来, 也这么奴言蔽息, 让人看不起, 警察来的时候, 我已经松了手。 张美美顶着一张猪头脸 爬到警察面前, 抱着他们的腿, 哭着喊着指着要抓我。 我已经做好了被抓的准备, 看了一眼周琴, 轻浮小腹。 周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孩子, 以后就交给你了, 弄瞎了别人的眼睛, 又把人打成这样。 我不知道我要做多少年。 周琴用力抱住我, 哭了, 我却很平静, 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送的东西, 那些首饰, 是我收到最好的结婚礼物。 周琴气不成声, 我以为警察只把我带走。 没想到, 连张美美和周琴 都一起被带去了警察局。 最后, 先被拘留的是张美美, 原因是她弄瞎了她未婚夫的眼睛。 不是我, 是他们。 你们警察瞎了吗? 要不是她推我, 我高跟鞋也不会戳进我老公眼睛里。 进了警察局的张美美还不消停, 大吼大叫。 严肃点, 我们已经调取了监控。 你的高跟鞋属于危险武器, 就算是误伤, 之前也是朝着周琴的眼睛砸的。 张美美哑口无言, 可是她把我打成了这样。 她不甘心, 看着同样进警察局, 却没有上手铐的我, 骂得难听。 你们这群警察偏帮, 是不是收了钱了? 这话引起了重怒。 对面的警察立刻板起脸, 喝道, 你要是对我们警察办案有意见, 可以上诉。 但是我现在严重警告你, 对方动手虽然不对, 但是也属于正当防卫, 更何况, 在之前, 你害得人家差点流产, 人家也可以控告你。 他最多是拘留, 可是你, 可能是要坐牢的。 这话听得我也疑漏, 府上小妇和周琴同时疑惑地 看向负责看守我们的年轻警察, 问, 我还能告他们? 我想都不敢想。 为什么不能? 我们也调取了你们公司的监控录像, 证明是他先动手, 医院的记录也清楚地写明了你有先兆流产的趋势, 他为此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和周琴都愣住, 显然, 这超过了我们认知范畴。 年轻警察看出了我们的困惑, 无奈一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合法追溯的权利。 当然, 鉴于你也有伤人的行为, 这件事我们的建议是双方私了。 这一回我听懂了, 就是如果他告我伤人, 我也可以告他, 不然我们就双方和解, 各自认载。 那他男人的眼睛, 我吞咽了一下, 还是心虚? 监控显示得很清楚, 你们正常防卫, 不管是他故意还是无意, 都是他拿着高跟鞋, 戳进了那个男人的眼睛, 他需要负全责。 不过具体量刑, 也要看双方私下是否达成和解。 我听猛了, 那不是他男人吗? 我问, 肯定会达成和解呀, 警察看出了我的困惑, 笑得高深莫测, 那可不一定。 这种案子他们见得多了, 我虽然还想再问下去, 却被周琴按住手。 警察同志, 谢谢你们。 他语气感激, 我们都很清楚, 警察在给我们普法, 告诉我们, 就算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仍然有反击的权利, 不必一味地忍让, 下次不要冲动伤自己了, 有事情找警察, 我们依法办事的。 最后, 警察看向我的脸, 语气惋惜, 我却没觉得后悔, 至少, 恶有恶报。 张美美跟我们达成了和解, 她把那张卡还了我。 而且, 因为周琴挨了打, 那个男人的家里, 还必须要赔偿医疗费和务工费。 不多, 一千块。 可拿到钱的我, 笑得像是中了三千万。 周琴看着我傻乐的样子, 满脸无奈, 小心牵动伤口。 我满不在乎, 拿着钱, 笑咪咪地伸手拉她, 这是属于我们该有的赔偿, 去买点好吃的。 手术后, 男人的一只眼还是瞎了。 他们要求张美美退还所有的彩礼和首饰, 还把她给告上法庭。 虽然最后张美美量刑是误伤, 被判了一年, 但是等她出来, 等待她的是人才两空。 我原本准备去辞职的, 因为我们的公司和张美美男朋友的公司 是合作关系。 发生这件事, 怕是对我会有影响。 只是没想到我辞职报告还没有交上去, 上面领导就亲自接待了我, 诚恳地跟我保证, 绝对不会开除我, 且已经和对方解除了合作关系。 这时,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在医院发生的事情, 不知道被谁曝光上网。 张美美和她未婚夫被骂得狗血淋头。 他们说, 男人被张美美戳瞎了眼, 就是仗势欺人的报应。 狗眼看人低, 什么上等人下等人。 网友开始人肉他们,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男人家里的公司地址, 疯狂攻击。 很快, 他们公司就扛不住压力, 低价贱卖, 所以我们老总在这种风口浪尖, 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保住我, 生怕一点风吹草动, 就和对方下场一样。 我没有趁着机会狮子大开口, 只是接受了公司给我合理的福利, 安安心心地回到了公位上。 我的脸恢复得很好。 周晴给我找了好几家医院, 加上网友的建议, 虽然没办法恢复如新, 但是也只是在拆线的时候,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痕。 周晴为此仍然很愧疚, 一直到我洋装生气, 问, 是不是我这样, 你就不喜欢我了。 周晴才连忙是保证, 保证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 都会一如既往地爱我, 绝对不会和那个渣男一样, 那个男人就是那个瞎了一只眼的男人。 他也彻底出名了, 出了院, 把自己的未婚妻告上法庭。 虽然大家都觉得是那个女人自作自受, 可是也不免唏嘘男人的无情, 加上公司破产, 他瞎了一只眼, 在圈子里彻底臭了。 七个月后, 我们的宝宝出生了。 是个女孩, 婆婆很开心。 这一次, 她拿着打工一年存的钱, 给我和宝宝一人买了一个金镯子。 我慌张想要拒绝, 却被她强硬塞进怀里。 之前你脸的事情, 老婆子我非常愧疚, 我知道媳妇你不在乎五金五银, 但是终究是我们亏待了你, 害得你被人笑话。 婆婆一边说, 还一边抹眼泪, 她一直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她总觉得,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当初拿的五银, 我也不会和张美美发生口角, 最后闹到了医院, 发生这么多事情。 其实我和周琴事后都宽慰过她。 这件事, 本质上和五金五银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是没有五银, 张美美也会因为其他的事情打压我, 嘲笑我。 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我和婆婆拉锯着, 最后是周琴说服我。 老婆, 你就收着吧, 都是妈妈的心意。 不管是金是银, 都是婆婆的心意。 听到这话, 我也无法再聚, 红着眼眶道谢, 却被周琴话逗笑。 老婆, 你放心哦, 这给你了就给你了, 保证不会让你退的, 她指的是张美美被退婚, 锁回所有首饰的事情。 我没好气瞪了一眼, 说, 我们有证的。 周琴, 老婆, 你也知道有证的, 我们一家人, 都是你的,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收的。 江云, 你老公家对你也太好了吧? 房子, 车子, 都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老公工资一分钱不胜全部上交, 就算了, 连婆婆的工资都给你。 你生的还是女孩呢, 都没有催着你再要一个呀。 这是什么神仙家庭, 居然给你遇到了? 休息时间, 办公室仍然有闲谈。 只是这一次, 办公室里面没有了张美美那样的人。 我也没有过多炫耀, 只是笑了笑, 说, 我老公赚的不多, 家里也没什么东西。 这和有钱没钱没关系啊, 我男朋友家里还是开场的, 房子死活不肯加我名, 就糊弄我, 三斤买得倒是大, 所以说, 不是看男人能赚多少, 是看男人愿意给你花多少。 几个实习生叽叽喳喳, 我起身倒水, 没有参与。 在我看来, 有钱没钱, 其实都是各自的选择。 有钱的男人不一定好, 没钱的男人不一定不好, 但是都不应该过多干涉别人的生活。 我没想到, 我还能再见到张美美。 我带着女儿去游乐园, 周琴停车的时候, 我听到了不远处的争吵。 在路边, 两个年轻人正对着一个环卫工破口大骂。 你知道我这双鞋多少钱吗? 你弄脏了, 赔得起吗? 女孩叫嚣着, 指着面前人脑袋用力地戳, 越骂越难听, 看你这种土包子一辈子也买不起, 不长眼睛的东西。 活该一辈子扫马路。 环卫工低着头, 被骂得不敢还嘴。 女儿拉着我的手, 表情怯怯, 妈咪, 为什么他们要骂环卫工阿姨呀? 为什么要说阿姨一辈子只能扫马路? 我沉默, 拉着女儿走过去。 我阻止了这件事。 在女人想要对环卫工动粗的时候, 拿出手机威胁, 你要是动手, 我就报警。 你算什么东西? 多管闲事。 年轻的女孩见我动作, 怒不可遏要上前, 却在我暗下以后, 停了动作。 见我动真格, 男孩也慌了, 急忙拉住身边女孩, 低声道, 算了, 别惹麻烦, 可是她弄脏了我的鞋, 不是道歉了吗? 算了, 男孩把骂骂咧咧的女孩拉走了。 我拉着女儿准备走, 没想到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我。 回头, 我看到环卫工抬起头, 那张脸是我熟悉的人, 张美美。 她死死地瞪着我, 眼底没有感激, 只有仇恨, 还有不甘。 我不会感激你的, 要不是你, 我才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江云, 你很得意吧? 张美美过得很不好, 不过几年的功夫, 她像是老了十岁, 皮肤不再白净, 一双手更是布满了洞窗留下的疤痕, 又粗又黑。 而我, 在周琴的照顾下, 退去了吐气, 性格也不再软弱, 成天含胸驼背。 敏纯, 我看着张美美, 低头对女儿说, 宝贝, 告诉妈咪, 刚刚她们做得对不对。 女儿文言, 立刻坚定地摇头, 大声回答, 不对, 她们刚刚那样是欺负人, 是不对的行为。 我抬头, 视线重新落在张美美身上, 在她微变的目光下, 缓缓道, 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为什么你不懂? 你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我不得意, 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活, 我只需要过好我自己的, 问心无愧就好。 说完, 我牵着女儿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并不关心张美美的结局, 我只觉得, 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很幸福,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那年春天, 我送给同学一件毛衣, 得知我准备结婚, 同学来到了我家,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 村子里的人们都是以玉米面窝窝头和红薯为生, 记得小的时候, 玉米面窝窝头我们早已经吃腻了, 因为感觉玉米面窝窝头狠色, 吃到嘴里, 根本就咽不下去, 并且吃完之后, 胃还会反酸。 我们的村子里面只有一个小学, 等到开始上初中的时候, 就需要去镇子上面上初中。 镇子离我们家有十一里地, 记得我小的时候, 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 姐姐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上高中了。 所以, 我每天需要步行去学校, 来回一趟也不容易。 因为下午还要上课, 为了节省时间, 每天早上我上学的时候, 母亲都会给我准备一些干粮带到学校, 中午学校里面有热水, 我在学校里面将就着吃一顿饭就行。 我上初一那年, 母亲开始给我蒸玉米面馒头, 为了让我多吃一些, 母亲每次给我做馒头的时候, 她都会放三分之一的白面粉, 这样做出来的玉米面馒头不但好吃, 而且还不是那么硬, 就算是放几天, 也不会像玉米面窝窝头那样, 硬得咬不动。 因为那年的白面粉不多, 母亲每次单独给我做一些 有白面粉的玉米面馒头, 放在一边, 单独让我带到学校, 他们在家里依旧吃玉米面窝窝头和红薯。 看到父母对我的期望很大, 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学习, 争取走出这个小山村。 上初一的时候, 我认识了许多外村的同学, 他们有的住在镇子上面, 有的人住在附近的村子。 而住在镇子上面的同学们, 家庭条件就很好, 他们也不在学校吃饭, 每天都回家吃饭, 并且他们穿的衣服也很好, 几乎就没有打补丁的衣服。 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是穿着亲戚们不要的旧衣服。 我的姨奶一家人住在市里, 每次母亲去姨奶家里, 姨奶都会送给母亲大包小包的旧衣服, 但是姨奶家里没有和我年龄一样大的孩子, 他们的衣服我穿上都大。 母亲的手很巧, 她只要看着哪件衣服适合我穿, 就会把衣服改小一些, 让我穿。 所以说, 从小到大, 上初中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穿打补丁的衣服, 但是, 我穿的衣服都是亲戚们的衣服, 那些衣服的颜色, 我一点也不喜欢, 因为大部分都是大人们穿的黑色的 或者灰色的衣服。 我那年刚刚十四岁, 更喜欢粉色的衣服, 因为班级里面有几位女同学 穿着粉色的衣服, 别提有多漂亮了。 上初一那年,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发现班里的孩子们 大部分都没有穿戴布丁的衣服, 就算有的同学穿着戴布丁的衣服, 她的衣服上面只有一个 或者两个很小的布丁, 如果不仔细看, 也发现不了。 然而, 林月却和大家不一样, 她长得又黑又瘦, 并且林月的个子还很高, 她一个人坐在教室后边, 每天都沉默寡言。 林月穿的衣服 已经旧得看不见颜色了, 并且她的上衣和裤子上 都带着好几个布丁, 那些布丁的针脚很大, 并且还歪歪扭扭的, 有些布丁已经皱成了一片, 布丁的颜色和衣服的颜色也不一样, 看着很显眼。 因为林月沉默寡言, 而我坐在教室前面, 所以说, 刚刚上初一的时候, 我和林月也不是很熟悉, 只是说过几句话。 记得初一开学两个月的时候, 我每天中午还是不回家吃饭, 中午带着玉米面馒头和咸菜, 在学校接一碗热水, 在教室里美美地吃上一顿饭,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吃玉米面窝窝头, 觉得有白面粉的玉米面馒头特别好吃。 有一天中午, 我吃过饭之后, 看到离上课还有一个小时, 有几位中午不回家的同学 已经趴在课桌上开始睡觉了, 我感觉很无聊, 就打算去学校后边的小树林走走。 那天的天气很热, 我一个人顺着小树林, 刚刚走了不远, 就听到树林里隐隐约约地传来读书的声音。 听到这个读书的声音之后, 我的心里很疑惑, 这是谁在小树林里面读书呢? 于是我放慢了脚步, 顺着读书的声音悄悄地走了过去。 那天, 我看到林月靠在一棵大树下面读书, 她聚精会神地读着书。 在林月旁边的地上, 放着一个布包, 那个布包里面有半个玉米面窝窝, 因为我对玉米面窝窝头很熟悉, 就是那种很硬的, 一点也不松软的窝窝头, 估计是那个窝窝头太硬了。 林月提前把那个窝窝头掰成了好几份, 她不读书的时候, 就赶紧拿一块窝窝头吃。 看到林月之后, 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自从开学到现在, 中午吃饭的时候, 林月从来没有在教室里面吃过饭, 原来她带着干粮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面看书了。 那天, 林月背对着我, 我站在林月的背后, 认真看书的林月, 她根本就没有发现我。 我看到林月连看也不看。 一只手拿着书, 一只手就拿起来了一块窝窝头, 准备吃。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 地上的蚂蚁很多, 有几只蚂蚁爬到了林月的窝窝头上面, 林月从布包里拿出窝窝头的时候, 上面爬了一只蚂蚁, 而她却完全不知道。 林月小心蚂蚁。 我大声地叫了一声。 林月听到我的话之后, 她急忙转过身, 当她看到我的时候, 脸一下子就红了, 不好意思地笑了。 亚兰, 我感觉这里看书很安静的, 没有一个人打扰。 林月小声地对我说道, 其实,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 林月的自尊心很强, 她不想让同学们看到她每天吃饭, 窝窝头, 就去小树林里面吃饭, 再加上林月在学习上也很用功, 自从上初一之后, 她每天中午都在小树林里读书。 从那天开始, 我每天中午都拿着书和馒头去小树林里面, 我和林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会把自己的玉米面馒头送给林月吃, 和她交换玉米面窝窝头。 时间长了,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只能讨论学习上的问题, 但是, 只要我问到她的家庭, 林月都会默不作声。 经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 我就不再问林月的家庭。 林月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 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五名。 转眼之间到了初三, 大家都很忙碌, 每天都努力地读书。 因为林月的个子高, 所以, 她一直坐在教室的后边, 就算是老师让她来前面坐, 林月都不想坐前排, 她说自己的个子高, 不想挡住别的同学。 而我的个子低, 一直坐在前排。 初三那年春天的时候, 有一天下午上课的时候, 老师高兴地来到了教室里面, 她笑眯眯地告诉我们, 前一段时间, 县里举办了作文比赛, 林月的作文得奖了, 并且还是一等奖。 后天她准备带着林月去县里领奖, 明天还有一天时间, 让林月后天早上来学校的时候, 好好地准备一下, 后天她带着林月搭车去县里开会领奖。 大家听了老师的话之后, 都羡慕不已, 因为那次我们全部人都参加了县里的作文比赛, 想不到只有林月得奖了。 然而,当我们大家看向林月的时候, 却发现她低着头, 坐在座位上, 脸上也看不到一点笑容。 看到这些之后, 大家都十分吃惊, 但是都不知道林月为什么不高兴。 那天下午, 该我值日了, 我放学打扫完教室之后,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我急匆匆地向着家里走去。 那个时候是春天, 两边田野里面的麦苗已经郁郁匆匆了, 因为刚刚进入春天, 早上和晚上的时候还是有点冷, 中午的时候, 天气就很暖和。 记得那年, 我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 那件红毛衣有点大, 是母亲从市里的乙乃家里拿回来的。 那件毛衣到处都起毛了, 因为毛衣又宽又大, 母亲用针线把毛衣的里面和底边缝了起来, 虽然我穿上看着不合身, 但是我不想穿家里有布丁的衣服, 就每天穿着那件红毛衣去学校。 因为那个时候穿棉袄有点热, 穿衬衣太冷了。 当我走到一块麦田旁边的时候, 忽然发现麦田的田梗上坐了一个人, 他坐在那里, 抱着头, 孤零零的一个人, 落日余晖洒在他的身上, 看着很孤独。 看到这个人影之后, 我愣了一下, 因为这个人我再熟悉不过了, 他正是林月。 我的心里很疑惑, 太阳快要落山了, 林月为什么不回家? 现在路上也没有什么人了,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干什么? 于是我急忙跑了过去, 大声地叫着, 林月, 你为什么不回家? 林月坐着没有动, 当我走到林月面前的时候, 发现林月满脸都是泪水, 他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 看到这些之后, 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急忙安慰着林月。 我从口袋里面拿出来手绢, 帮着林月擦眼泪。 亚兰, 我后天不想去县里领奖了, 因为我没有好看的衣服穿, 我冬天的衣服上面都是布丁, 我现在穿着的外套, 还是邻居送给我的, 衣服已经褪色了, 邻居穿的时间长了, 袖子上面磨出来动, 他就送给我了。 我的母亲前几年也不在了, 也没有人给我缝衣服, 我把衣服上面打了两个布丁。 我的父亲身体不好, 但是他每天都要出去干活, 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我更不想和他要钱买衣服, 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 他一个人养活我们姐弟两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准备明天和老师说一下, 后天我不去县里领奖了, 林月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的眼泪就像一直也流不完似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为我总算是知道 平时和林月聊天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家庭, 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可怜, 我们的父母都陪在身边, 林月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他的父亲身体也不好。 林月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的朋友, 我该怎么帮他呢? 想到这些之后, 我忽然灵机一动, 因为我想到了去年秋天, 小姨来我家里走亲戚, 她看到我穿着这件红色的毛衣之后, 就告诉母亲, 她准备给我买一些新毛线, 让母亲给我织一件新毛衣, 因为母亲姐妹六个, 她和小姨的关系最好了。 等到春节, 小姨来我们家走亲戚的时候, 她给我买了一些粉色的新毛线, 让母亲给我织毛衣, 因为我告诉过小姨, 我喜欢粉色的, 过了年之后, 母亲只要有空, 就开始给我织毛衣, 前几天, 母亲把那件粉色的毛衣织好了, 我还穿上试了试, 毛衣有点大, 因为母亲觉得织一件毛衣不容易, 她想着让我多穿几年, 就织大了一些。 我一直舍不得穿那件毛衣, 想着走亲戚的时候再穿, 于是那件毛衣就一直挂在柜子里面。 林月的个子比我高, 那件毛衣刚好有点大, 如果让林月穿着去县城,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想到这些之后, 我急忙告诉林月, 我家里有一件粉色的毛衣, 明天我来学校的时候, 给她带来, 让她后天穿着去县城。 亚兰, 这怎么能行呢? 如果我把你的毛衣穿走了, 你穿什么? 林月低着头, 小声地说道, 没事的, 咱们都是好朋友, 这点小事情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现在也有红色的毛衣穿, 我急忙安慰着林月, 那天回到了家里之后, 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母亲。 我原来以为母亲不同意, 毕竟那件毛衣是她辛辛苦苦之处来的。 然而, 当母亲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她急忙从柜子里面把那件毛衣拿出来, 仔仔细细地叠好, 放到了一个布包里面, 小声地对我说道, 明天你去学校的时候, 把这件毛衣给林月带去吧, 用这个蓝色的布包装着, 不要让别的同学看见, 要不然林月会尴尬的。 今年风调雨顺, 小麦的收成肯定也好, 等到麦子下来的时候, 我把去年的玉米卖一些, 给你买点新毛线, 重新织一件新毛衣。 听到母亲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为我只想着让林月借一下我的新毛衣, 想不到母亲让我把这件新毛衣送给林月。 但是, 当我想到林月哭得泣不成声的样子, 我的心里豁然开朗, 林月已经没有母亲了, 我的生活要比她好很多, 我们两个人是朋友, 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地帮她, 第二天早上, 我把那件毛衣带到了学校, 等到下午放学的时候, 我把毛衣偷偷地给了林月。 林月拿着那个蓝色的布包, 她不停地对我说着谢谢。 等到第二天, 林月穿着新毛衣来到了学校, 因为那件毛衣对于我来说有点大, 可是林月穿上正合适, 看着也很漂亮。 等到那天中午, 我们吃过午饭之后, 林月就和老师从县城回来了, 林月领了一根钢笔, 还有一本作文书和一张奖状。 林月把那本作文书放到了奖台上, 让同学们都可以看。 下课的时候, 林月把我拉到了一边, 笑眯眯地对我说道, 亚兰, 我明天来学校的时候, 就把这件毛衣给你带来,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支钢笔我送给你。 那天, 我没有要林月的钢笔, 因为我觉得那支钢笔来之不易, 并且我还告诉林月, 那件毛衣我也不要了, 就算是我送给她的, 因为我不喜欢粉色, 而且那件毛衣太大了, 我根本就穿不了。 林月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等到那年麦子下来之后, 母亲给我买了一些粉色的毛线, 等到我上高中那年, 总算是穿上了粉色的新毛衣。 后来, 林月考上了中专, 而我也考上了县城的高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和林月再也没有见过面, 后来我听说林月在外地当了老师, 并且她还把家安在了外地, 把她的父亲也接到外地享福去了。 我也曾经想起来瘦瘦的林月, 在那个时候, 我只想着林月能够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因为她以前的生活太苦了。 而我上了大学之后, 就参加了工作, 在工作中, 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在我参加工作的地。 二年冬天, 我准备结婚了, 结婚前一个星期, 我向常理请了假, 一直在家里忙碌着, 结婚的前两天。 忽然, 家里来了一对年轻夫妻, 那个男的长得英俊帅气, 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女孩子。 女的个子又高又瘦, 看着特别白净, 她绑着马尾垫, 看到我之后, 大声地叫着, 亚兰, 我总算是找到你们家了, 我打听了好几个人, 才来到你们家。 看着那个女人似曾相识的眼神,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她就是林月。 那天, 我急忙拉着林月, 让他们去屋子里面。 后来, 我知道那位年轻人是林月的丈夫, 那个一岁多的小女孩是林月的女儿。 亚兰, 我听说你准备结婚了, 我们特地从外地赶了回来, 这是一千元礼金, 你一定要收下。 我在市里下车的时候, 给阿姨买了一件羽绒服, 让阿姨试试, 如果不合适了, 我明天搭车去市里调换。 因为我觉得阿姨对我太好了, 每到春天或者秋天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来阿姨给我织的新毛衣。 因为那些年, 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 阿姨就像是我的妈妈, 她一针一线地给我织了一件毛衣, 一直到现在, 那件毛衣还放在柜子里面, 我有空了就会拿出来看看, 你们一家人对我的好,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林月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那天, 面对着那一千元礼金, 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收下, 因为我觉得林月结婚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更没有随礼金, 况且那些年, 我的亲戚朋友们都是随礼五十元, 很少有人随礼一百元, 更别提随礼一千元钱了。 然而, 林月却坚持留下那一千元礼金, 她说这是她的心意, 现在她的生活过得很好, 这一千元钱对于她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自从那天开始, 我和林月又开始联系下去了,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前几年她父亲生病的时候, 我直接坐车去外地医院, 给林月留下了五千元钱。 去年天热的时候, 林月又邀请我们一家人去外地旅游, 外地旅游的费用林月都包了。 爱出者爱返, 服王者服来,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 我们的亲戚朋友们如果遇到困难, 只要我们出手相帮, 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的, 以后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